今天我们来继续说一下俄乌战争啊 最近呢我在网上经常看到这么一种说法啊 然后大家呢讨论的也比较多评论区里 那意思就是说俄罗斯现在打的这么拉垮呢 其实不是俄罗斯的问题俄罗斯没问题啊 俄罗斯主要是因为其实它是因为遇到了北约联军啊 俄罗斯是以一国之力啊在抗击整个北约 所以说那你说北约多强大啊对不对装备多先进啊 那以俄罗斯现在的这种情况啊 遇上整个北约打不过肯定是没问题的啊 是吧行咱今天就聊一聊这个问题啊 俄罗斯到底是以一己之力在跟北约打 还是以一己之力在跟乌克兰打啊 啊我先说我的结论吧 可能大家我知道可能大家不太会不爱不太听了实话 你就变成了你你的立场是美国的 尤其你人还在美国 他就会说你的立场是美国的对吧 虽然说他人在中国他的立场可能是俄罗斯的 但是不管他说你在美国你的立场肯定就是美国的 他就不会想到他自己的问题对吧 你的你在美国你的立场有可能是中国的 那行咱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问题啊 我先说我的结论 我认为啊 俄罗斯就是打不过乌克兰 乌克兰只是接受了西方的武器装备和支援 好吧 有一些西方雇佣兵 西方雇佣兵的比例不会很多 而且正规军有没有国外 是有的啊 是有波兰的 正规的成建制的就波兰那两三个营啊 其他的没有了啊 然后这个所谓的这种雇佣军可能也就那么几个营吧 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应该还是乌克兰自己的军队啊 没有那么多的外国雇佣军 而且呢也抓不到大批 俄军抓的大批的战俘也都是乌克兰人 因为你要是如果按照比例的话 里面绝大多数如果是北约的人的话 那你应该抓到的大量的是北约的人 而且不是你大量的战俘都是乌克兰人 雇佣兵的战俘就抓到那么几个 对吧 有没有我们承认是有的 但是没有什么所谓的这种 大量的雇佣兵出现在乌克兰 我自己是不认可的 首先啊 这是从比例上来说 第二我们说 还有一个不可能的是 就是北约也不可能这么拉款 如果是北约动手了 现在早反推到莫斯科了 你想多了早就结束战争了 而且俄罗斯这边早就以核弹威胁 是吧 就我跟你鱼丝广破了 然后北约就收手了 知道吧 我告诉你啊 如果是北约动手 打俄罗斯啊 不会比美国打伊拉克难太多 现在双方的这个科技水平就差成这样 我还是之前跟你们说过那个观点 俄军正规军现在的大量的装备啊 就是一线的战斗人员的装备 我没有说每一支部队都不如 反正大量的部队是不如美国这些玩枪的老百姓的 你知道吧 你就想想现在的这种情况是什么样 所以说北约这边要是真动手的话 俄罗斯这边扛不住的 扛不住的 而且这不可能说是俄罗斯这边 还跟北约打难解的问题 你想太多了 他经济体量跟北约差多少倍 军事体量差多少倍 战斗人员的战斗素质 你连乌克兰守一马里乌布尔能守三个月 死战不退 对吧 最后弹尽粮绝了 那一投降最后一看钢铁场下面还有好几百人 要继续有枪有弹有粮食 我感觉他们能守到永远 除非你把这些人都弄死完 不然的话他们能一直守下去 但是现在的问题俄罗斯就是这样啊 你没有你连最基本的战斗意志都没有 是吧 我之前一直说红利曼很多朋友说啊 你要支持乌克兰你就不能说红利曼 不是我叫什么 那我就叫顺嘴了 我叫什么红利曼黑利曼蓝利曼 那跟你有关系吗 对不对 我爱叫啥叫啥呗 我就觉得乌克兰好 或者觉得俄罗斯好 他跟我跟他叫啥没关系啊 我现在干什么都得上纲上线吗 你是脑子被驴踢了 还是脑子被驴踹了 所以说我就说有些朋友 你觉得这句话有区别吗 踢跟踹有区别吗 反正都是你脑子被驴踹了吗 对不对 我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区别啊 我叫什么红利曼黑利曼 你也管不着 我愿意叫 不服不服打我来 对吧 所以说不要说这样的话 很没有意思啊 包括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战场上也是啊 就是北约没有参战 北约只是提供了很不太先进的一些装备 比如说他现在乌克兰装备的大量的知识装备 也就是普通北约的这种知识装备吧 美国也没敢马醉先进的给他 包括用了这海马斯什么的 其实在美军中间一直也不太出彩 而且大家知道啊 美军的很多东西啊 拉出来是经历过实战的 经历过实战跟没经历过实战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你知道吧 经历过实战的东西呢 他就靠得住 比如说海马斯这种东西 那是其实经历过实战 对吧 这次实战一打出来 你看是这个效果 对吧 包括美国的这些武器商 其实还是有口皆碑的 包括其实美国的装备一直都还不错 你拿出来给各国用 其实都挺好用的 对吧 俄罗斯的装备 我不多说 反正大家自己看啊 战斗中间 比如说苏34 反正吹的跟什么似的 以前是吧 压嘴兽 然后被击落了 比如说S400 S400面对米格29的突防 居然毫无反应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是米格29太狡猾 不是S400不够先进啊 是吧 很多人说S500现在又是最先进的了 是 是 S500的话 不知道 反正没经过实战 你随便说啊 你说的宇宙最先进都可以 反正是实战中是这么一个表现啊 俄罗斯的 包括大量的武器装备 我们都可以看到实战中的表现 对于对面对北约 比较弱化版的北约的这么一个装备吧 几乎是没法打的 北约我看了一圈东西 其实北约给这个 俄罗斯啊 不是北约给这个乌克兰 比较先进的东西就一个啊 也就是星链这些传输 很多人说俄罗斯为啥不断网 断网没有用啊 断网没有用 因为断网了 他有星链 包括马里乌布尔 马里乌布尔那是不断网的问题吗 他整个的这些人最后在地压室坚守 在这些工厂的一层坚守 那最后他们怎么跟前线保持通行 马里乌布尔你看看背靠大海 然后整个马里乌布尔被重围 那最终乌克兰的这些俘虏最后说的 我们就是靠星链在跟后方在联系 而且很多人说星链用于军事 可以用于军事用途啊 我再跟你讲句实话 星链这个玩意儿啊 可以用于军事用途没有错 本质上它就是美国一个民用的东西 扎你心了吧这句话 我知道很多朋友愿意说 星链就是美帝灭亡人类的一步 但我 跟你说啊 以我在美国这么多年对美国的了解 包括对美国的看法 包括对美国一切的 啊 星链它就是个民用的东西 它开发出来就是为了民用 它可以用作军用 但它是个民用水平 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那就像卫星啊 其实大量现在发射的卫星是民用水平的 它可以转作军用 但是军用呢 其实 嗯 不太多啊 主要还是以民用为主 如果它专门发展军事的话 那是有另外一种卫星的 我不知道我跟大家说明白没有 就跟GPS是一样的 你们看吧 所以说这个技术不知道差到哪了 包括俄罗斯那个叫什么格洛纳斯 是不是 包括俄罗斯那个格洛纳斯 你们看看是什么样 号称跟美帝的全球 跟我们的北斗一样啊 这是全球定位的 你实战说话嘛 对不对 实战说话嘛 对不对 你说苏34那飞行员为啥坠毁了 是吧 好多米格29的这些飞行员为啥坠毁了 因为它要超低空飞行啊 才会被毒刺打中啊 为什么要超低空飞行啊 对不对 超低空飞行的原因是我要接收手机信号啊 我飞高的手机信号不就没了吗 对吧 我要飞低的接收手机信号 坐过飞机的朋友大家都知道 因为它驾驶舱架了一个架子 放了一个手机啊 我要接收机票的信号 你知道吗 所以说人家从这里面 是不是给你改了 给你误导了 你都没办法 这你也就是 所以我就说啊 我得出一个结论 就没有什么 北约联军在里面 就是一些赚钱的雇佣兵 或者各国的那种志愿者 或者是那些东西 知道吧 不要再给俄罗斯吹了 你想象中的俄罗斯 在对抗北约强大的军队 俄罗斯戒约败退没什么 一国之力抗北约 但事实是北约就没出兵 知道吧 也不是我替北约说话 在国际上什么战台 没有这个倾向 如果他出兵了 就不会打的现在这么烂 别乌冬了 就俄罗斯赶紧 什么莫斯科保卫战吧 我就这种观念 就说点实话不好吗 说点实话不好吗 这里面有几个北约士兵了 那为什么俄罗斯抓的俘虏里面 是吧 外国的士兵这么少呢 雇佣兵是有的 但比例极低 你看他抓的这些俘虏 主要是什么人 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 还有大家还记不记得那句话 之前不是还说吗 玛利乌布尔 我记得那个钢铁厂里 不是还有一条大鱼吗 那条大鱼呢 大鱼在哪啊 不是说据说是什么中将 还有说是谁谁的儿子 一群自媒体跟着带节奏 跟着造谣 那个大鱼呢 那个大鱼呢 那个大鱼在哪啊 把他们请出来 让我们看看 是中将还是上将 还是哪国总统的儿子 是吧 那个大鱼呢 我就很想认识这位同志 我看看是谁 谁 就大鱼在这 或者是哪位中将 你就 是吧 所以说这边的东西 你就不用信 什么北约 什么这都是俄罗斯 我觉得啊 为了战争的合理性啊 这都是俄罗斯故意那么说的 知道吧 为了掩盖自己的这种颓势 故意那么说的 对吧 你就 就现在的俄罗斯啊 已经不能跟北约 打常规的地面战了 包括 这个 这个核武器啊 很多人说 和俄罗斯的核武器受养 全球第一 然后这个话吧 你要不喜欢军事 骗骗你也就得了 反正骗骗我 我是肯定不信的 因为俄罗斯每年的军事 军费是多少 对吧 这咱们大家是知道的 你刨去必要的开销 你刨去被贪污的部分 剩余的部分呢 他够维护多少核武器 你再查一下核武器 每年的维护成本 你加减成除这么一算 他维护多少核武器 你心里就有数了 所以说不要信什么 啊我们 是吧 就世界第一数量 也行吧 也行吧 反正纸面数量肯定世界第一啊 你只要不走出小说的世界 你永远是最强大的 你永远是最牛的 你永远是最厉害的 好吧 你永远是最厉害的 很多人说 那俄罗斯能不能像前苏联一样 反推回来 可能性不大 或者说可能性很小 前苏联不是孤军奋战 前苏联也是盟军的一部分 前苏联也是盟军的一部分 前苏联有美国 有英国 有这些全世界的这些国家 给他书写 有租借法案给他书写 美国给了苏联多少东西 大家其实可以自己去查 但是苏联自己也能生产 美国自己也能给 所以说苏联大量的东西 他是不缺的 而且到后期 甚至大量的东西 他还占优 但可是你看看 就是这个俄罗斯有谁支援的 或许有吧 但是支援的力度 就肯定很明显 是不如当年美国 对苏联的那个支援力度 对吧 你说就算某大国 像印度这样的 能帮他能帮多少呢 对不对 所以说你说这东西吧 而且俄罗斯自己的生产能力 跟前苏联比也已经差得很远了 我个人觉得 整个的是不行的 我就大概跟大家这么说吧 如果要是 北约来打这场仗的话 马里乌布尔 不是不是 马里乌布尔 不好意思 就是这个 叫什么呀 这个所谓的 红利曼就不会这么打 知道吧 大家想想北约会怎么打 你还想着 还什么合围炮击 哎呦我天哪 想太多了 想太多了 兵都不会进去 无人机就给你打完了 就就很多人看到 那个伊朗那个无人机 还兴奋的 我去 哎呀 反正伊朗的无人机 我看了一眼啊 因为我这个人 对无人机比较喜欢嘛 我也看过美国的 航空航天博物馆 进去过 反正是 他的那个型号吧 反正跟我 反正在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里 二十年前的型号就有 还是三十年前 哎不不不这个不多说了 我就是跟大家讲 反正就是北约打 不会这么打 好吧 北约打不会这么打 大量的他就不会上战场 跟你拼刺刀 还派坦克 然后过去一个一个的啊 还跟你还跟你对轰 然后再派无人机 定点的清除 飞到你上面 往里扔个炸弹 我天哪 你说美国的死神 他会这么打吗 他会离你几十公里以外 或者离你好几公里以外 你看不见他的时候 他就给你一枚火箭弹 你就没了 知道吗 或者给你一枚穿甲弹 你就没了 你别做梦了 美国就不会跟你这么打的 对吧 包括美国会一开战的话 美国俄军就不要通讯了 你拿着淘宝对讲机 你要真开战了 瞬间就电磁脉冲 你把你这些都毁掉了 你也别说什么美军不会用 包括电磁干扰 这些俄军都遇到了吗 没有吧 对吧 很多人说在导弹里 导弹你碰到强干扰 你这导弹还打得准吗 对吧 反正大量的导弹到实战里面 面对强电磁干扰的时候 其实它的准确率是非常低的 那咱就不说 俄军还没有遇到过什么电磁干扰 是吧 乌克兰这边俄军有说吗 他要真遇到电磁干扰 他就导弹都打不准了 他肯定说呀 哎我们就是对北约 你看对方有电磁干扰 这个乌克兰不可能有这样的技术 他说了吗 没有吧 对不对 有F15出现吗 有F16出现吗 对不对 还没给呢 对吧 有F22出现吗 有F35出现吗 对吧 有阿里伯克神盾剑出现吗 有吗 好像都没有吧 对吧 都没有吧 那这些东西一出 毛子还打吗 对吧 这个不能说吧 对吧 包括战略运输力量 有C5吗 有C47吗 好像都没出现吗 你这些东西 是吧 B2有出现吗 你B2毛子雷达看得见吗 据说他能看见啊 我们姑且相信他能看见啊 但我个人认为他看不见啊 反正反正他看不见 因为有过那么个实力吗 对吧 就是就是B2飞过 算了 这就不说了啊 就反正反正是他没看见 对吧 你你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个人觉得 你真的到了战场上 毛子 你真的能看到B2这种东西吗 对吧 你真的能看到F22吗 你真的能看到F35吗 是吧 你就是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不聊了 好吧 不聊了 你真的有一款现阶段的东西 能跟他们对抗吗 你说457 457 我要没记错的话 其实老军迷都知道啊 10年前 11年前 12年前的时候 457这玩意不叫457 它叫T50 在T50的时候啊 我就听某著名军事专家 就具体讲过T50的很多东西啊 就是那个年代 大家还敢说一些比较客观的东西吗 对吧 就不会被人喷的很的啥嘛 就说T50啊 你看啊 就是说 你的这个 我们知道啊 这个隐身最重要的是一体化机身和隐身图层 对吧 一体化机身呢 中国的这种飞机现在都是一体化机身 但是你看看这个俄国的 T50很多地方据说是某街的啊 据说是某街的啊 咱不是真的假的啊 据说就是 就焊起来了 反正不是一体化的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啊 反正这个是我听某著名军事专家 大家都认识他 他说的 他说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视频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在以前在某某某某某 某某国内最大的社交平台网站的 那个下属的那个视频网站上看的 现在可能都没有了啊 但是我不知道 我反正我就认为 俄罗斯的这个这个水平嘛 你要真的遇到了北约的话 你没得打 中上所述 俄罗斯境内 不是不是说错了 这个乌克兰境内的雇佣军 是有一些的啊 而且战斗数量并不多啊 波兰的正规军是有一些的啊 有那么几个硬 因为波兰跟俄罗斯世仇 再加上如果乌克兰没了啊 最先最难受的就是波兰 对吧 所以说唇王齿寒嘛 对吧 雄啾啾气昂昂的啊 波兰也得出兵啊 波兰也得出兵 这是肯定没办法的 对于波兰来说 乌克兰就是他的缓冲区 他就要保家卫国 因为乌克兰这跟斯拉夫人 他是世仇嘛 对吧 他是世仇 所以说这肯定是要 互相这么打的 而且波兰的装备 要比这个乌克兰要先进了 不止一点啊 这这 而且波兰现在也不是一个 任人拿捏的一个国家 他有多少正规军啊 他有多少那个什么啊 是吧 是不一样的 行吧 那这一期呢 咱也不多讲了 就大概跟大家说到这儿啊 就我个人认为 这个俄罗斯是没有什么 北约正规军在的 很多人说俄罗斯 以一国之力抗北约 很多人说这个北约 还以志愿兵的名义进去 别做梦了 别做梦了 他 北约戒助不会打出二战水平的 不会打出二战水平的 因为 不跟你们具体说了 因为你们这些 有些朋友嘛 他就是 半年军迷啊 就格乌战争以后 他才喜欢军事 他不知道现在世界军事 进哪要哪一步了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吧 反正你开心就好 你开心就好 反正我的认为是 反正不多 北约的正规军没有 雇佣兵一点 然后有波兰几个营 剩下的全是乌军 用的二手的北约装备 就把它打成这样 就是 当然了 我们是吧 可以说嘛 那俄军还是天下无敌的 只是说他们可能 打了个盹 是吧 打了个盹 以一国之力抗北约 有可能是因为这样 但是我个人认为 可能性不大 行吗 那这期做到这吧 不多说了 那这期做到这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 东西再跟大家说 这期到这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